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Gmail信箱的部分 剛剛各位已經有看過我的 那我們先來看幾個跟那個Gmail相關的 我們先跟各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就是說第一個 它很特別就是所謂繪畫群組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平常我們一般就是有那種所謂的書信往來的話 大部分會有一個情形就是這一種 來你看一下 我如果寫給你一封你再給我一封 平常都是當作兩封來看 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有比較特別 有一個2 表示說這個發了兩封 發了兩封 那所以我從這邊點進去 有沒有這個一封 是不是第二封 所以這個在Google裡面把它稱作所謂繪畫群組 也就是只要相同主題 相同主旨 郵件的主旨 它把它歸類在同一個 這樣子以後我們再找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你點上面這邊可以收起來有沒有 可以打開這裡可以收起來 這樣子我 相同的事件我們在聯絡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我找那個給你看 郵件打開 好這個 因為現在錄影中我就不給你看那個 來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裡 這樣子有沒有看得比較清楚 除了數字以外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在前面有時候在後面 為什麼 因為回信 這個是他回給我的 這是我回給他的 這樣有沒有分得比較清楚 他有沒有回信 就會比較知道 這樣了解 這叫繪畫群組 這是第一個 那這樣的話我們看得比較清楚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你發現了 我們剛剛看這個 這裡 你覺得有沒有發現說他現在預設進來 上面就這個 就有分成三類 你喜不喜歡這樣 喜歡 也不錯 就促銷的就直接丟到這個 但是有時候 我必須跟你講 我不太喜歡這個 是因為有時候重要 他反而把我回到那邊 結果我在這邊反而 他說主要結果我反而看不到 有沒有可能 就好像我們有些信收到之後 會進到垃圾信一樣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還蠻常資源回收的 真的 我除了在學校做滋空以外 我是平常打開信件 我會到這邊來看 來這裡 有沒有垃圾信 因為 我真的有發現有些 比如說這個電子報我覺得OK的 他不應該規定要到這邊 你可以把它設為非垃圾郵件 以後他就比較不會進到這裡 所以你真的有時候要資源回收一下 不然有時候有幾封信 重要人都失掉 那就可惜了 平常我只有看網就直接清掉 我不會等到30天後再來 就不會讓他留在裡面那麼久 因為其實用Gmail有個好處 就是 他在過濾垃圾信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平常公布信箱多少也會收到垃圾信 對不對 請問那個比例高還少 應該還算蠻多的對不對 反正那個信箱很多都公布在外面 所以 收集的到 這自然就有機會 送垃圾信給你 那 Google在過濾信件這一塊 垃圾信這一塊 是相當有效率 平常我一個禮拜大概 十幾二十公文 還算好嘛對不對 對啊 這是第一個 那 我會建議各位 這個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掉 這個 這個叫做所謂的那個 今天 叫做 版面分割跟設定資料夾 你可以來哪裡拿 從這邊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設定資料收件夾 點進去 其實這個地方是他後來增加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分 有沒有 有幾個是你不能關掉的 就主要一定要留著 但是我通常會把這個關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意義不大 好 你看我把它儲存 他會稍等一下 會重新載 有沒有 就拿掉了 好 但是拿掉之後 看起來還是怎麼樣 好像還是有點 就是有點亂對不對 還是有點亂嘛 那怎麼辦 你可以這樣子 搭配我們這裡 信號有沒有 我們剛剛雲端力點有沒有 設過信號 重要的就怎麼樣 就把它加個信號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啊 這蠻重要的 點一下 你看 這個跟安全有關係 你看我在這台電腦沒有用過的 我只要登錄過 有沒有發現說 某某人透過什麼什麼 在什麼時間登錄 如果你那個時間沒有去那裡 你就要注意一下 像我前段時間 我就有收到另外一個帳號 就是有登錄 但是不在我 允許的範圍裡面 我就直接趕快去把它重設一下 因為那不是我管的 是我管 那是因為那個有給別人知道 所以我就會去留意一下 有沒有 這樣會通知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可以射信號 所以你看點這裡 在這邊 以加信號的 有沒有 只有信心會出來 對不對 那你從這邊用 久了 星星加多了 也會怎麼樣 也會蠻天輕 那不是這樣 所以 星星還可以怎麼樣 給它不一樣的標示 從哪裡 從右手邊 對 這個我就是超強 這裡 設定 進來看一下 來 好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好多星 對不對 所以 現在只有一顆 那你可以把 我覺得 有紅色會特別重要的 我就 再丟進來 或者你覺得 這個有點疑問的 我就標一下 以後要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那你滑過去它都會有一個說明 有沒有看到 people question 那這個可以變成關鍵字 可以變成關鍵字 好 這個地方 這裡比較不一樣 這好按儲存變分 儲存變分 好 現在你看一下 星星 點一下滑鼠左鍵 點右鍵 抱歉 右鍵 它還沒有變 等一下 好 我從這裡加星星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來看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滑鼠左鍵 再點一下 有沒有跟著 它就照你剛剛那個順序就跟著改變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 如果說你只會標信號的話 至少這樣看的 是比較清楚 這是針對 信號的部分其實也有另外的選擇 不會只有一個 因為只有一個有時候好像太累了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那你如果加一個 這個是 第三個 有沒有 比較不一樣的 第三個比較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 我剛剛用一個很特殊的標籤 平常其實你真的可以稍微分門別類一下 分門別類 像我 剛剛你有看過我信箱裡面應該就比較清楚有沒有 然後 到底這是屬於哪一個業務範圍 或者要 哪一個 要怎麼做的 你可以 加上這個標籤 加上這個標籤 那麼 標籤裡面呢 你如果加上去之後 以後可以幫助我們郵件怎麼樣 進行歸類 以後要搜尋你會比較容易 但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如果你想要做排序的話 預設的話 那是用英文跟中文的筆畫順序 所以我通常會像這樣 有沒有發現我比較重要的 我要排在第一名的 我會加一個 那 應該你的標籤不需要到99個以上吧 所以我用兩位數應該就夠了 太多也會滿天氣 也會很誇 所以 我就沒有用那麼多位數 那如果比較不是這麼重要的 我就照那個沒關係 所以 瞭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來加一次給你看 好 你看我們在這裡 好 這個 點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可以套用標籤 下面的是已經存在的 已經存在 如果沒有的 就請你來這邊建立新的 比如說這個 有沒有 嗯 好 那我就按一下建立 有沒有就跑一個重要通知出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點到這個 點這邊 就像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套錯了 可以把它關掉 或者說這個是屬於跟工作有關係的 有沒有 標籤跟檔案最大不同 就是在於說你可以同時勾好幾個 因為有時候它屬於這個又屬於那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我把它套用 有沒有兩個就進來了 兩個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用的這個標籤 好像沒有很明顯 有沒有 重要通知 結果這麼不明顯 阿批還弄 對 改顏色 聰明聰明 你看滑到這裡來 你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那個標籤有沒有顯示出來 更多 有沒有標籤都會跑出來 你看 滑過來 點旁邊 有沒有可以改顏色 重要的就用紅色的 好 現在你改完之後 請問這裡有沒有變了 這樣子我們在歸納就比較容易 好就比較 當然其實如果你平常 假設你第一次剛開始做的話 其實也可以怎麼樣 一次把所有的標籤都怎麼樣 先打完 這樣不是比較快嗎 好 那等到 不需 就是說 偶爾需要用到的時候 你就從下面這邊 有沒有 這裡 你就可以從這邊 標籤不見的一定要寫在左手邊 你也可以選擇把它隱藏起來 把它隱藏起來 但是你在歸納的時候 還是可以繼續歸納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幾個 先給各位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你記得在這邊 第一個 我們上面不是有那個 有沒有 綠色的標籤 從哪裡設定 從右手邊這裡 有個收件夾 這些你都可以隨時再回來 都可以隨時再回來 所以你把這兩個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勾掉 那這樣就會 只留一個就OK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加星號對不對 星號的部分 如果你覺得 只有一顆星 的選擇不夠的話 請你到設定裡面往下找 把你要的把它丟上來 不要的把它丟下來 可以像這樣 但是至少一定要留一個 一定要留一個 所以說 哪一個不要的就把它丟下來 記得 這個比較特殊 還是要怎麼樣 按一下 儲存變更 這樣才會生效 最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標籤 標籤的部分 你可以把你要的郵件 123 哪一個 挑好的 直接靠用 或者是直接建信的 都可以 來 畫面先還給你